2019年,台湾即将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 虽然一切看似美好,但台湾社会对于LGBT议题依然存在分歧 反对方拥有庞大的资源和行动力 透过社区邻里与宗教活动影响周历群众 更投入上亿经费买下电视广告 另外一边,举多支持平权的年轻朋友却选择沉默 这是一场资源不对等的战争 我们需要改变现状 让年轻人挺身而出 2019年5月17日 这天不仅是国际不在口同日 也是台湾国会准备立法通过同婚法案的日子 就在这特别的一天 我们准备在台湾年轻人最具体的社群平台Instagram上 干一场大事了 为了让更多人体会为什么该挺身而出 我们在Instagram上打造一个多重结局的互动式情景游戏 网友们将扮演一个高中班级的学生 与同学们一起发现的班上的学艺鼓掌是同性恋者 而网友的选择将决定他是否会在班上被霸凌 甚至是走上悲剧之路 我们创建了22个账号 每个账号都有12格图片拼接出不同场景 只要点击贴文上Tag的账号 就能进到下一个账号 让网友的不同选择引导向不同的结局 如果你只是点击每个画面上的按钮选项 就会发现每个选项都对同志不有闪 只能走出学艺被全班排起 甚至走向自杀的悲剧结局 然而如果你眼尖的话 会发现有些格子其实是由多张图片组成 点进去向右滑 你能发现我们设计的彩蛋 并且走出站出来为学艺鼓掌发声 让他不再被欺负的隐藏结局 而这也成为了整个不再恐童互动游戏的最大盈域 唯有进一步关心发声并采取行动 你才能找到那条不再恐童的路 没有任何广告预算 我们依靠网友和KOL的自主扩散 获得超过70万种浏览次数 超过3万人追踪 所有内容总共累计 84,668个爱情 4595则留言 3692次收藏 有12万人次走出隐藏结局 超过15万人次了解国际不再恐童日的意义 就在当天 台湾国会通过了同性婚姻法案 也让不再恐童互动游戏成为支持平权朋友们的庆祝烟火 这天过后 就让我们一起勇敢发声 一起走出那条不再恐童之路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